稻米为草屯主要作物 草屯在农会为辅导农民生产稻米注重品质 每年办理稻米品质竞赛已经达19年之久 今年评选依稻米重量、年超绿、超白米性状、蛋白质含量及石胃质等项目进行评比 评审结果由草屯农友林志南荣获冠军、李启元及林启末分别获得亚军及季军 办这个比赛是我就提醒我们农民大家的技术竞争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我真的很感谢农会带我去农事所来跟博士检讨 让我们的知识再更广 那才会有今天的冠军出来 因为我尝试过很多年了 那也成功也有失败 所以今年很感谢他们让我这样子能够得到第一名 而且让我们的品质再更好 县长林明珍、立委许淑华及草屯镇长监景贤 担着割稻饭进场 以前农民互相割稻没有酬劳 但是一顿饭表示感谢 这是割稻饭的由来 也代表农村社会农厚人情及互助精神 草屯镇农会利用此次颁奖活动 让昔日农村磅魂人力互相支援的 挂地瓦本农物传统得以原貌重现 主要是要重现我们的挂地瓦本 先远唐晓芬及简俊廷感谢农会借由每年颁奖活动与美食创意 来提升在地稻米高品质 进而增加农民收益 也透过各种活动让更多消费者认识并品尝到草屯在地毫米 那在这里也感谢我们草屯镇农会这次所举办的一个创意 那希望说明年我们还是能够继续的来举办 那也在这里也感谢我们这次得奖的稻米达人 他们的能够获得奖项 那也希望说在这里我们草屯镇农会能本着照顾我们农民的一个基础 未来能够再多多的来帮他们协助 然后做一个好的米食的一个推广 草屯镇市南投线米昌 农会长期以来投入大量资源来培训提高农友栽种素质 以求草屯在地毫米品质不断提升 近年来更配合政府农业转型政策 鼓励水稻专业区栽培有机米来提高农友竞争力 记者和一轮草屯采访报道